你好 我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 我叫谷东青 听说你要买这个公司 咱们能好好商量一下吗 谷东青 你刚才说谁不懂经营 谷东青 你这属于流氓世界 我没有耍流氓 你没有耍流氓 你在干什么 我警告你 以后离心情远一点 你不要满脑子 都是那些肮脏不堪的东西了 行了啊 我们还要谈事呢 你自己该干嘛干嘛去啊 畅总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这家人不懂事 没关系 我们继续吧 其实呢 我是特别希望和贵公司合作 因为您开的这个价格的 这个价钱也刚好是我需好 小林 咱哥这招可真够狠的 哥 你说股东青是不是彻底傻了 好 我跟钱晓福谈了一下 给了他一个偏高的收购价 他的胃口已经基本被吊起来了 我想股东青想廉价回收他的有据 基本没什么可能性了 哥 你这一招可就给股东青干费了 这么多年 终于出这种恶气了 好戏还在候他呢 好 换首歌行吗 好嘞 行 这行不 行 好 林晃 你上回说的那家面馆在哪儿啊 那家面啊 你往这边走 然后只走到一个小分钟在右边 好 好的 来 你认识啊 张敖 心情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你怎么突然在这儿啊 新娘这位是 对 我老同学 老同学啊 对不起 打扰你们 没事 那是我打扰你们了 我们赶天再吃饭 好 拜拜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正好在附近办点事情 真没想到会碰打扰你 怎么样 你还好吗 还好啊 你呢 好久都没有你消息了 反正就是一直在忙工作 我现在是中顺集团的总裁 恭喜你啊 很了不起 事业还算不错 但是总感觉 好像缺了点什么 新潜 这么多年没见 你变了很多 比以前更成熟 更优秀了 谢谢 你再忙些什么 我在一心财富做投资 怎么了 你这个笑是什么意思啊 我 没别的意思 我听说你们一心财富 正准备投资股东清的有据 你怎么知道 你消息还蛮灵通的 因为我的中顺正准备收购有据 你说什么 中顺收购有据 这我们公司跟有据 接触有一段时间了 我没有听说过这个消息啊 因为现在还处于保密阶段 我很期待我们的在此见面 我先走一步 还有点事情 等一下 你们公司是什么时候 打算收购有据的 不是 可以给老同学一个拥抱吗 好了 下次再见 这张傲怎么会突然出现呢 你现在想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 你现在能做的 就是努力拉到我们公司的投资 明白吗 我已经向宋总提交过报告了 但他觉得还是有不完善的地方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你一份 新的东西出来 我有一些初步的想法 我先说给你听听看 我认为我们还是要到商务那儿 去做一些调研 当然这次要扩大范围 着力一些偏僻的地方 还有就是产品介绍 产品介绍是产品在间接的最关键 今天又看到心情了 他好像还是跟上学那会儿一样 好像又有一点不一样 但是依然让我怦然心动 我现在想办法了 我真的爱着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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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几个人 我真的爱着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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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着谁 我真的爱着谁 多过那些故事的结尾 至少还有一些安慰 对不对 累不累 都无所谓 打不了 关了灯 再喝一杯 总有些 无可奈何对自己违背 也算一种 成长滋味 刻骨铭心的过往 空了一双人床 月光下的照片墙 如果下午再去别的去问一下 明天就可以进行下一个了 不行 再多出去那方案 看看怎么调整你的原计划更合适 你怎么不说话呀 你 你也没给我什么说话呀 那 我现在给你时间了 你说吧 我的车 带着我 不是 你怎么了 想不开 我背你吧 不用 放心 我不是义务劳动啊 我收费的 起步价一百 每公里五十啊 那挺贵的 你以为你国平专车呀 那必须的 我中南海专用 你这配置也低了点 哪儿低啊 自动驾驶 横温座椅 我跟你说我这是低配版的 空军一号 你看 你别胡扯了 我听你胡扯了 比我自己走路还累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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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会儿去 太高了 太低了 我上不来 停 走 走了 我爱你 我爱你 是个梦中注定的逃不了 我爱你 像春风风绿了青草 我爱你 你也不累 不累 我们农村的孩子 有的是力气 你老家三牛村的吧 同口市 顺江县 三牛村 你多久没回家 好久了 你才有些 亲爱的 我爱你 是不是 好像真的不愿意 我爱你 是老大 是老大 对 是老大 我爱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